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2号星期二 郑州福士康又造反了 又造反了 又把铁门冲开了 然后这次更厉害 警方释放了大量的催泪瓦斯 员工拿灭火器朝着警察拽 然后拿石块把警车都给砸了 这次又是几万人的群殴 网上有大量的视频 我这样本来说 我说你们照往一搜一大堆 我看看我这也有一点 我给你稍微放两个好不好 穿白衣服的这阵阵一排的 这都是特警无警 你看这占了多少 这占了多少 你看这前面拿着盾牌 前面第一排拿盾牌 第二排拿的是一种杆 能够插脖子的那种杆 你看没有 这是他们的照的这门口 我看 我这后面还有一个应该 你看 这是从远处照的 你看这多少 这边穿着这种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员工 那边穿着整齐的 穿着白衣服的 这都是武警和特警 又干起来了 然后我看看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 他们把那门撞开 不好找算了吧 你们自己在网上找吧 反正一大堆这个视频 是从11月23号凌晨 咱们这边的11月22号的晚上 这是刚刚就几个小时之前 郑州福士康新招的员工 受骗想冲出园区 与现场的警方发生剧烈冲突 警方发出大量催泪瓦斯 来驱散聚集的员工 员工用灭火器石块回击 说怎么回事 说郑州福士康不是从各地新招募的员工吗 我不说河南省政府也在帮助他们 要求每个村都要最少去两个人 还记得我报过这个消息 然后还是把什么退伍军人也都拉过去了 还有什么要求低基层的干部也都过去 去支援福士康 结果就招过去了 招过去之后 他们视频 刚才那视频旁边有 他一边照一边说 他说今天是10月23号 他说我们现在在河南郑州福士康 准备入职福士康的昨天晚上 玉北区宿舍出事了 发生了警察打人事件 採在现场 他说事情大致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工作 工期延迟到了3月15号 二工程里面有阳性 所以有几百个求职者 就找政府讨要说法 还去福士康的厂区 拆掉了大门 先翻了警车 然后 到了23号早上起来 宿舍大门口已经被警察特警包围 员工们都聚集在宿舍区里面 视频显示 23号凌晨 现场的警察就警告工人 要立刻返回宿舍 不要以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伍 然后员工们把警车特警围住 把警车玻璃砸了 路障都给掀了 然后现场的警察就开始殴打员工 警察想要出你来 员工们就是说放火 把福士康的大门点燃 就为了阻止了警方 警方又动用了高压水枪来灭火 一般灭火 一般拿高压水枪去撕他们 他们就 那个压水枪劲很大 一次他站不住往后倒 一名员工说 说今天晚上出路这么大的事 但没有一个新闻 还在记者过来 按理说这么大动静 至少得有个人来 结果没有人 全是我们自己在报道 不能这么说 你死东哥在爆料 这很有大媒体在帮你爆料 也有记者 这不就有一个 这么胖的一个记者 没看见 是不是 然后说福士康各地招人去郑州福士康上班 看出了很丰厚的条件 说总共招了十多万人去郑州福士康上班 结果过去都是在郑州周边的城市隔离四天 都有工资的 说来了之后要隔离四天再进厂区 都有工资 但现在的问题是 有的人已经到了福士康那边了 然后隔离结束了之后 就进入园区了 进去之后就出了问题了 第一批的新员工 已经进入了福士康园区 准备开始上班 福士康当时招的时候 承诺就是说新员工和老员工分开住宿 因为他们都知道 老员工里面有几万人确诊了 所以老员工不就是跑了 对不对 所以新员工来了之后 就不愿意跟老员工注意 因为老员工里面都是确诊的 然后结果 福士康就承诺 你们来了之后 给你们分开住宿 老员工住一个宿宿 你们住在一个宿舍里边 但是最后 现实实际情况 是新员工和老员工 在同一个宿舍楼居住 并且老员工 一定有七八天 都不给他们做核权检测 因为老员工里面 已经在群体免疫 都已经传开了 现在做了也没有 如果一做 就一堆一堆的阳性 做了干什么 就不做了 就让老员工去群体免疫 但是新员工说 你老员工群体免疫 让我们跟他们注意 让我们也全体免疫 这什么玩意儿 他就说 这样我们等于 其实跟一帮阳性 住在一起 还一起上班 让员工 让这些新来的 就感到了恐慌 觉得被欺骗了 认为这是第一个欺骗 第二个欺骗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到了昨天晚上 22号晚上的时候 大家统一 收到了福士康发给 不管是已经进入 福士康园区的新员工 还是正在隔离 等待进入的新员工 就一人发了一份新的合同 结果一看合同 鼻子都齐歪了 跟当初招聘时 福士康发的合同 完全不符 当时中介帮福士康 招人师不也说了 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家对福士康都特别反感 很多人不愿意去 但是还好 福士康这一次 给的待遇 是近十几年来 我见过最好的待遇了 没见过这么好的待遇 所以有很多人 就冲着钱的面上 也就来了 当时我们不也说了 说什么来了之后 如果这个月 如果全勤连奖金什么 拿一万五 然后老员工回来见面 就给五百等等 结果一来 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都是骗你 把你骗你来了 大家认为福士康太糟糕了 这样子的话 就不想给福士康干了 就觉得你来了之后 说好了 我们是冲着钱来的 最后你钱没有了 你把我们坑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结果直接就引发了 今天的暴乱 主要还是分赃不允 只要钱给足了 剩下的事 其实都好说 关键就是说 他当年承诺了 都是什么一万五 一万一万一万五 只有奖金 然后来了之后 干一个月 顶三个月 然后很多人 就冲着钱来了 来了之后 一发现没有钱 这个的落差就太大了 而且关键是 你这么做完之后 大家就不相信你了 不相信你 就是你即使 在发新的活动 也不相信了 甚至觉得 就这样 我干三个月 你让我滚蛋 一份钱不给我 你都有可能 对不对 你说 你反正实话也不算数 你签了合同 也跟没有一样 我们招聘时 都已经签了一份合同了 来了之后 你就给我换一份 让我再重新签 那份不作效了 那谁还给你干呢 对不对 我不知道福士康在干什么 知道吗 就是说 现在有人说 有一个说法 说福士康拿了钱 但是中间的这帮 就是说招人的人 把钱密了 给他们密了 因为中介都是这样 中介比如说 我给你找一份工作 对不对 那你这份工作 比如说挣一万五 那我提五千 你给我拿一万 中介好多 当然这都是好中介 坏中介是 我给你建签工作一万五 你拿五千 我拿一万 所以这就是 他们就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钱哪去了 到底是福士康没给 还是被中介密了 对不对 对我们近来 拼死拼活 跟着阳性的在一起 混着冒着生命危险 在这 对不对 一边取你免 一边还要给你干活 然后最后 一共给了一万五 我们拿五千 中介拿一万 你这是 那没法不造反 对不对 这个不换寡 换不军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又干起来了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 我不知道福士康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中介怎么想了 你这么弄完之后 你这是来干活了吗 你招了一帮人 本来是来干活 是解你燃眉之急的 结果这帮人来了之后 开始砸警车 然后砸大门 拆路障 然后浑身的力气 都没有干到正经事上去 对不对 然后点你的大门 然后警察 特警进来又要再维稳 我说的 这样 你这样的话 你当初还不说 就让特警进来干活得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边 你招了特警 武警过来去镇压的话 特警武警每天能不发补贴吗 能不发钱吗 对不对 你这个挑费并不低 然后宿舍也砸了 大门也烧了 你最后 你这个成本和你发工资 这个成本有区别吗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看不出这个区别在哪了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让你哭笑不得 你要是不行 你就别去承诺 而且你承诺了 这个工资这么高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中介们 你都散出去了 工资这么高 我们海外都帮你再宣传 说福利康这次去了之后 好 这一个月光奖金拿一万五 对不对 大家都冲着钱去的 然后最后你不给了 我就觉得 你不说丢人不丢人 你这么做 最后你真有什么好处 你想换大门 他们给你烧了 你要换一个 我真的是不知道 福利康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把老员工去 隔一老员工的东西 都从宿舍都往外扔 扔的一地 扔的跟堆起来 跟个山一样 老员工现在也不想干 新员工觉得上当受骗 我看福利康干脆 就搬到印度去得了 是不是 别在中国干 还在中国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要是福利康老板 我就搬家了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也玩不起 对不对 我光修门天天 这已经 地底四砸门了 最近又造反了 又把门推了 上次是推倒了 这次刚修好 这次直接点火 一般我给它烧了 对不对 我现在定一个门界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我要是福利康老板 这次定门 我就说 你能不能够定仨 好了 我等一等 我看一看 没准过两天 我又得换门 我看这样子 看早晚还得换门 而且你这次搞完之后 那彻底没人来了 你后面你怎么办 你后面只能叫部队 进来帮忙了 你不可能再招招人了 对不对 你上色一下 冲出去 跑了几万人 都不愿意回来 给五百都不回来 给一万五都不回来 对不对 然后他们都 都已经不相信你了 这一波又来了 一波傻子相信你 然后你就给 又也坑成这样 那还有哪个傻子 才相信你 对不对 狼来了 你天天狼来了 对不对 你叫我 我也不相信福利康了 我也是说 广大的人民群众 广大的农民工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注意了 这种福利康在招人的话 我觉得半年之日 你千万不要去 去了你也是被坑 去了之后 你要跟你帮阳性员工 关在一起 然后承诺你的奖金 什么都没有 你去了之后 给人家冒着生意危险 给人打黑工 然后你还挣不着钱 我不知道 你是个傻子 你过去 对不对 你傻成什么样 你才过去 干这个事去 对不对 我就不知道 这是在干什么 我觉得福利康 要不关门得了 真的 要不就往印度搬 往越南搬得了 好吧 就是真的 你让我说什么 我看了之后 我都不敢相信 能够办成这种事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